这次他就像当年希特勒跨过莱茵河一模一样 现在全世界还都很安静 这是多可怕 溯源在三年后 现在美国才发现 福奇很早就知道 这是个人传人 现在福奇折腾了三年 他才自愿退休 然后现在溯源 人已经死了多少人了 全人类在受着疫苗灾难的威胁 就这哥们 现在的政策还在推广当中 全人类还要打疫苗呢 而且给孩子打 给孕妇打 现在生孩子 孕妇进医院 甚至去检测精子卵子 不打疫苗不让你检测 可怕不 并不像你想象的世界这么聪明 也不像你想象的 世界上发现什么问题都那么快 这已经证明给你看了 这就何必一个独裁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 所以说现在这个中共之消长看到美国的官僚和堕落 你想赵伟欣在美国是国家安全会议成员 百分之百可以获得国家的安全情报 这么多年 美国 共产党还用搞什么情报吗 这是最好的情报 到现在 人家还没进监狱 还好好的 一个来帮助美国消灭中共 告诉美国情报的人 七哥 被七十几个官司 在楼下当年 福建侨会梁冠军 郑齐 那帮孙子在楼下 你看看全都是赵美新的同伙 抗议我几个月 所以说这个世界是麻木的 总之有人说句话 正义可以迟到 但不会不来 废话 迟到的正义就不叫正义 迟到的正义 严格讲是邪恶 所有的中国的灾难 不都是迟到的正义吗 结果正义迟到了 共产党不要再抱有欢喜了